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记忆力不太好 所以趁记得的先讲 多年之前我曾经在台北知音 主持一个广播节目叫台北讯导处 那是每个礼拜六晚上10点开始播 不到12点的 有很多年轻人会召唤 那这个过程中当然接触到非常多 很奇怪的年轻人 比如那种爸爸叫他跳极的 一直跳极 跳到大一的时候 然后发觉他身边没有朋友 因为他头有同学都把他当成小妹 所以他没有朋友 所以每个礼拜六去参加那个节目 都还蛮开心的这样 觉得自己还不老 可以跟那年轻人朋友谈天 那我要去电台之前都会到青岛 杭久兰路那边的一个咖啡厅去买一杯咖啡 有一天我进去买咖啡的时候 我一个开广告公司的朋友刚好坐在里面 他站起来说 联真你来要渡后来坐坐坐 我说坐下来 有一个非常哀愁的爸爸 跟一个非常哀愁的妈妈 跟那个眼睛带着眼泪的年轻人 他说 联真你不要犹豫 我讲完事情的时候你替他们做决定 我说 这个我最怕替人家 我最怕替人家 我最怕替人家替我做决定 我替人家做决定 他说这小朋友台大医科二年级 他想这样转戏剧系一年级 爸爸妈妈觉得好伤心 那你的决定是什么 我就同样说我没办法做决定 但是我跟那个小朋友讲说 小朋友 我的感觉是医科很不好考 而且医科是你爸爸的期待 而且你妈妈生病 你不是当初说考医科是要照顾妈妈吗 那细剧这方面其实我也有兴趣 其实在念书的过程中你可以参与 在你变成医生之后你也可以参与 然后他那个小朋友眼睛有点不屑的看我一眼 那我感觉对 这是年轻人 现在年轻人跟我们那个年代年轻人 已经不一样了 我们不能用自己的价值观去左右人家 我说 没有 没有 所有的话都只能提供做参考 我只是觉得站在一个这样年纪的立场上 提供给你做意见这样子 后来我那广告界朋友讲说 他降转 他去练戏剂系 我心里面觉得 好可惜喔 有这样的一个论断这样 第二年 我儿子要考大学了 有一天晚上跑到书房来说 爸爸 我申请两个系 这是我最想的两个系 我说 哪两个系 台大社会系 台大戏剂系 我第一个感觉是 死了死了 以后大概要吃 要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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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跟他讲说 说服我 因为这从小带到我最喜欢讲的一句 说服我 你讲一个理由跟我讲 他是有备而来 他说他觉得社会系最棒的地方是 可以去帮一些需要帮忙的人 帮他们开拓资源 然后或者跟一堆人去研究 这个社会会不会变成这样子的某些原因 那高中要乱讲嘛 对不对 那我说好 那戏剂系 他说戏剂系很棒 戏剂更棒是他可以带跟一群人一起去工作 带给很多人感动跟快乐 那我说也有北义大 也有台义大 那你为什么要练台大戏剂系 台大戏剂系对我来讲好像是外文系的延续 就练萨斯比亚 那个 突变那突变 靠来跟我们没关系 然后他说不是 因为台大是一个完整大学 他如果前面教 他可以教各系的朋友 我觉得好像都有一点点那种道理 这到底要哪来呢 我后来结论是忍着 然后跟他讲 好吧 他后面这个回答还不错 你如果去口试的时候 教授问你同样问题 你就这样同样回答 应该分数还蛮高的这样 后来他选择台大戏剂系 也去念了 他当然现在也三十几岁了 也毕业了 那位台大医科降转的 我后来认识 因为他是我儿子的学长 他们差一年而已 那有一天我就跟太太 又谈到这个问题 因为CCC毕业 有时候工作断断续续的这样子 那就讲说当初谁谁谁 会不会现在有点后悔 我们讲完之后就彼此又对看一言 因为我们之前才谈过一个事情是 我们最大的毛病 因为人最大的毛病是用 常常用自己那种可悲又有限的想法 去猜测一大堆他根本不理解的事 就像我们看到电视 看这个死人不得抓 这个傲蛋这样子 就是你不晓得这个事情怎么发生 你也不晓得 但是你用自己的想法去想 这个想法到底是不是正确的 或是有知识的 或者有逻辑的 其实你从来不会去考量自己 所以有一次我在舞台剧里面 就曾经用这样一句话去表达一个重点 就是我们常常用自己的想法 去用一些根本不理解的事情 那我们其实在这样的年纪 还是同样犯错 没有讲这个故事 是提供给育成爸爸做参考 是谁叫你买EGO的CD给他 就像我儿子 你要问他说 以前都问他说 你考CD是不是受爸爸影响 说没有啊 他根本不是做专业的啊 他影响我什么 可是他后来终于会觉得说 对啊我爸爸那时候很多朋友 都每天晚上都跑到家里来看录影带 看日本或是国际的一些 没有看过的电影 然后就讨论他在那边听 都觉得很有意思 你多多少少还是影响人家嘛 所以你多多少少 要自己负一点责任这样子 那提供你做参考 但话又讲回来 到了这场年纪 我必须要跟各位讲 我们都必须要承认 每一个生命都是独立的 每个小孩子都是独立的生命 他没有那种责任 要背负父母亲对给他的期待 我很多朋友 数学奥到要试 每个小孩子都要考医科 叫他儿子一定要考医科 考了三年都没有考上 怕他要启笑 我老公当着他儿子的面 跟他爸爸讲说 你老爷子要脱脱得傻 得傻慢 都敢偷看 然后叫你老公没力 你什么东西选择快乐去做就好了 爸爸的选择不一定对 现在多少医生不想当医生 他去卖鸡牌咧 因为他每天在做医生 压力多么大 现在那种健保会自己都负在先 对不对 我前几天听一个故事提供给大家 一个年轻的医生 他在 也不是不年轻的 他在急诊室 一个家伙 我好像讲过这个故事 那医生很尴尬很感慨的讲给我听 他说有一天 万华那边那个车子过来 结果有个年轻人 两个龙部俄罗车 都很年轻 那个已经是那种骨头都跑出来 那个叫什么 开放性骨折 开放性骨折 对 然后进来的时候 那就冲进中心的那个急诊室这样子 旁边有一堆女生穿得很妖老这样子 那开始录影机开始录 就看医生这样子 那个医生已经累到晚上两三点钟了 他看到这个人家只能用微薄的 可怜的姿态做反击 他说你们现在是不是在录影 收证 怕我处理不好对不对 那对不起 我必须要告诉各位 我们急诊室的作业规则 那请坐下 然后他们就过来站在那边 还在录 还在录喔 他就讲说 急诊的那个基本作业方式 只要看你受伤程度 有没有即刻的生命危险 如果没有生命危险的时候 我们就必须要做议判 我们现在议判是 你可能是有冲撞 所以造成那种开放性骨折 所以我们现在必须做的事情 可能先照X光 看里面有什么东西 还有内脏也没有受损 一直说话这样子 那胆胎的人一定 干你娘 紧急的把我吐车了 他他弄不住了 痛到快死掉了 那医生他在讲你还在录影 但是他乖乖的把录影机 录起来 为什么 就是实际上是 台湾是一个不可信的 就是彼此完全不信任的世界 这是非常可怕的 这是非常可怕的 那同样你会看到 某些医生人讨厌 说今天有个电影制新闻 但是我们就是 以我们未知的 有幸的一支去告一告一告 结果一个医生去买 直播的那个东西 不是吗 店里骂一顿嘛 然后用英文骂 我觉得这个也是必须被谴责 这个讲远了啦 因为跟这个题目无关 其实我应该这样讲 其实我觉得我的人生里面 从来不是一个批评 我一直是一个批评 其实我都没有说我年轻的希望 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幸福的年轻人 你想想看 我小学毕业 莫名其妙去考上第一志愿的初中 那时候初中就要考的 那这样一来的话我同学都已经 当小学毕业就到城市当学徒 要不然在房子工厂当理工 我就因为这样 我多练了三年初中 我这三年初中 我练的是神力技能中学 是那时候最好的初中 所以你就看到 来自那个地区最好的学生 所以那个考试都很竞争 然后在那个阶段里面 你终于接触到城市的一点点文明 你从那种活动跟九分之间 那种小小三奥里面的小孩子这样 终于接触到文明 终于知道 中国广播公司有讲国语的喔 因为我听的是中国广播公司 第二广播部分 都讲台语的 要不然就听NHK的短播 听不懂 因为我爸爸都不相信台湾的报导 所以他听的新闻 永远是NHK的国际报道 所以我有一次跟日本人拍斗场 跟日本人哼那个短播的时候 那种台湾他们都快吓死了 我跟NHK见面 我说 尼红佛斯科古 国际报道 然后开始讲日文 他快吓坏了 所以他把那个 我当时需要一个录音的时候 他特别把那个连带的 扮演录音师那个 八卦新闻那个人 从家乡请过来录了一段给我 因为他们觉得 我都可以记得那么详细 那种声音如果听起来不对 所以一定很对不起我 可爱的日本人 然后我到那边的时候 就在那个地方 我刚刚听张宏亮他们怎样接触音乐 我不是 我听的都是台语歌 然后第一次听到 对 有国语歌 除了音乐课本之外 有种国语流行歌曲 我学的初中在基隆中学 我学的第一首国语歌叫 吹过了一沙的风 带来一阵朦朦的汗雨 然后不是那个叫着 不是 不一样了 完全不一样 我还知道有一种歌叫 英文歌 我学的第一首英文歌是 1964年的 然后我初中毕业之后 大家都要考高中 那我爸爸受伤住医院 也不喜欢看到爸爸妈妈为了我 借注册钱 连买车票钱也要去借 就这样 我就跑去跟我爸爸讲说 爸爸 我不想练书了 我才没工作 我爸爸就看看我跟我讲说 好 要做五花 今天没在那里 你想当牛的话不要怕 没有离可以脱 意思是你做了什么选择 你就要自己去负责任 然后我就开始到台北来了 从此我15岁离开家里 没有大人管 我自己决定人生 我自己工作自己选的 领到薪水第一件事情 寄一半回家 其他的留着自己要干嘛 里头发买什么东西 全部自己来 然后停了两年 你觉得想起以前一个长辈的话 一个长辈二二八要抓去关 关完之后 那回来的时候 跟矿工一起吃饭的时候 跟矿工讲说 各位 让我拜托一下 你们还比较烫 还比较辛苦 后来给小孩撤窃 撤窃照地形 五地形照力量 我这段请容许 我用国语再讲一遍 非常重要 我一个长辈 就是我们那边的矿长 二二八事件被刮去十几年 之后回到矿区来 全村热烈欢迎他 然后一起聚餐的时候 他站起来跟矿工讲说 请让我拜托各位一下 再穷都要让小孩子念书 念书才有知识 有知识才有力量 这样的长辈 这样的长辈 这样的长辈在现代里面 没有了 现在长辈就说 要搅拼搅拼 不然你后来要怎么过日子 没有 等等等等 到最后你念什么学校 怎么念书 交什么样的朋友 甚至当兵回来要考大学 到底要考什么系 没有人干涉 当然你们都没有这么幸运 像我们的人都有人说 我们这一代人都被父母左右 没有啊 父母左右不到我们 而在这个人生的过程中 我的感觉是 我真的始终是一个taker 因为在一个最弱的时候 永远有一个力量给我 有一个人给我一个力量 我有一次在舞台剧演出之后 在回溯自己十几岁的时候 我想到一件事情 在台上讲 羡慕的时候 就很讲得肉肉等 讲到演员的时候 很多人都哭了不知道 我说以前 我在台北工作 那每个月领钱 那时候薪水三百块 我那时候领薪水三百块 三百块 寄一百五十块回家 存在一百五十块 五十块就要买牙膏 一个月要用牙膏跟肥皂 那时候肥皂是 柠檬香皂三块叠在一起的 黄色的 点头就做年纪了 那上面还有绿色两个叶子 这样拎着这样 我都要去理头发 理头发 连洗头十块 因为平头而已 十块 如果不洗头七块 我都不洗头 就拎着那个牙膏跟那个东西 然后理完头发 去东门外面那个卖米粉汤的 欧巴桑那边吃米粉汤 那时候米粉汤一碗一块 切大肠两块三块 所以就整个每个月都做固定的事 就去那边然后吃一碗米粉汤 再吃大肠 酱很好吃 那个酱油很好吃 然后有姜丝切得很细也很好吃 然后胡椒粉可以撒多一点点 没有 反正赚本嘛 然后吃 吃一吃 看到你之后他就会理解 就会跟你聊天 你哪里来 你哪里来 你看几个月这样 你就跟他讲我哪里来的 我为什么来这边工作 在哪里工作这样 你也问他你哪里来 我昏林来 昏林来的 很早以前八七水灾时候都搬过来 什么东西在哪边 他先生在做什么 我先生在卖米粉汤 我儿子快当冰块回来 大概帮我卖这样子 好了 每个人又做这件事情 那通常他如果看到你 下一次看到就很熟了对不对 就会多放一块那个猪肺 要把它放到米粉汤藏在 给你这样 有一天 我终于要离开地方 离开那个地方了 我要去念中学 要换一个要换位置的 我就跟他说 那天说 我今天想要跟他吃饭 来吃给你吃这个 为什么 我说我就要去 我要移到哪边去工作 他说移到哪边你也可以来 我说可是那时候我要练书 那可能会比较忙 就没有机会 他说你要练书 那好 这样子 你怎么想要练书 我说以前就决定了 以前没有空 现在可以了这样 练哪里 我说我练哪里哪里这样 他忽然做一件事 他跟旁边的 在吃面的时候 我不认识人讲说 这个小孩子好乖 他初中毕业 然后家里没有钱 所以他到台北来工作 他每个人 里头话没有洗 讲到相细 然后就来这边吃一碗 那现在去念书了 真的 小孩子如果开始念书 前途就一定很光明 这样子有搞乖 所有人都看着我 我都很尴尬这样 然后他就缺一大盘东西给我 结果这欧巴桑切 你快吃吃 这样 后来我想到这些事情都觉得 何其温暖 在这样一个城市的这个角落 虽然我对台北 即便到现在都还没有情感 台北对我来讲 是一个谋生的城市 没什么情感 但是这些点点滴滴的人都让我 在我人生过程里面 给我很多力量 我去念书了都觉得说 你真的不能变坏孩子 有一天报纸上 如果登出什么什么东西 那在买米粉的说 这不是我拿米粉的 没错我又切一半吃 那要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那不是很不好吗 所以你会变成 就这样子 一直有一个东西在警惕 在让你觉得敬畏 对 我觉得敬畏是很重要的 就是人生里面有种敬跟畏 就像我对那个长辈的敬 就讲知识 读书有知识 知识才有力量 那个长辈的敬 就是我如果哪一天 可不可以成为那样的人 畏就是说我怕 我怕对不起人家 我怕当初觉得 我还不错的人失望 这个东西就会很那个东西 所以我到即便是到练完之后 马上就去当兵了 当兵你也知道 如果以各位现在的想法 我一定很倒霉 你想想看 我当兵然后去中心出来之后 一抽签死了 他们跟我讲 这金门 我到金门的时候 下船第一件事问来接兵的时候 你们来多久了 刚到 一个师在金门最少要待两年 所以我就是要在那边带主两年 而我当什么兵 就是可以上街头的兵 入军第一特种兵 就两年之后拿到退伍证的同时 会拿到征召令 当三联兵 因为通信兵是特殊兵种 所以要当三联兵 所以我当三联兵不打紧 有两年是在金门没有回来过 但是在那个金门的过程中 我觉得你当兵这样粗糙很累这样 但是你也有一些小聪明 会让人家觉得这个小孩子还不错 比如说营长有一天 就看到我这边扫地 扫扫扫这样子 我自己也住个碉堡扫扫扫扫 他走过去他就会喃喃讲一声说 那边是绿色 这边是绿色 就这边只有泥巴的颜色 你知道那个意思是什么 因为金门都是种银河荒 还有木麻黄 那是最容易掉的东西 掉到满地都是 但没有人扫 我是一种习惯 我爸妈以前就训练 我一定要把家里打扫干净的 所以只要看来 我就把它弄得很干净这样 那营长就记得我 所以有一天那个行政室 就退伍了之后就说 叫那个小孩 叫那个很爱扫地那个小孩 过来接接看这样子 那我就过去 我就接行政室 行政室也是管钱 整个营的那个收支 钱 柴米油盐酱醋茶这样 你就可以跳离那种 天天要去爬电线坎那种工作这样 更幸运的是 在金门那种封闭的环境里面 你根本没有机会往外走 所以你在休假不休假 永远是在那个地方 跟那一群人在一起 各位 当兵是有好处的 没有当过兵的男生 那一看就知道 不会跟人相处 当兵的层次很多种 兵有很多种 兵有 我们那个连到有兵 有小学毕业的 有初中毕业的 有高中毕业的 有大学兵 还有抓去关在回忆的 所以我们连上有强奸未睡回来的 过来当兵的 我们那边有家里在华七街开老人茶室的 我们那边有当水管 水电工什么东西 还有在哪边种大白菜 什么行业都有 什么事情 当然也有交通大学的 那些大专兵 更有那些老儿 那些老儿都四五十岁 那个时候都四五十岁 所以他们回到台湾之后 大量的起太太 就大量的买太太 所以后来在 你跟 有些人是这样 就是我只愿意跟我身边的人 熟悉的人聊天 我不是 我喜欢跟所有我不认识的人聊天 因为他们会告诉你很多事情 作家写一本书之后 知识分子会看 所以知识分子跟你讲故事 你不用听 因为那些故事 你通常都听过了 因为看的字 你早就看过了 所以重复 就像网路上你看到的笑话 靠一下 三年前就看过了 对不对 还有很感动的事情 靠别 五年前我就看过了 因为大家没有其他故事 他不是自写的 就转来转去 但是那些没有练很多书的人讲的 都是独一无二的 独一无二的 比我们那个强奸未遂的 他最讨厌人家问他强奸 我怎么为什么未遂 所谓那个新兵 新兵来就是台北兵 撒兵 台北兵你知道 天兵 台北是雨 但是天兵 就很臭皮 台北 我台北 你找到 我找到 我找到 你找到 你找到 内山 那厨房 那个兵长不太讲话 那不要问他 那个人 他怎样 强奸未遂 真的 怎样未遂 你去问 等一下就去问 通常那个强奸未遂的人 最讨厌问他 问这个问题 一问之后的 唯一的回答说 因为我发现那是你妈 就是我要下去的时候发现 那是你妈妈 然后那个兵有的反应 还听不懂 什么意思 啵 就鼻血流就出来了 这样子 然后每个人都跟你讲他的故事 那有一天 你安安静静坐在那边 跟他聊天 讲他为什么 强奸未遂 在讲的时候 你就觉得天哪 那简直是一个非常悲伤的故事 那是一个短篇小说 我后来看日本一个电影 就跟那个日本电影连在一起了 后来曾经把这个故事 写了一个像小小小小的故事 他爸爸妈妈是那个三轮 机器三轮车在拌东西 车祸两个都死掉 那时候这个男生 就在当兵这个十五岁 他妹妹国医 他就哥哥带着妹妹生活 就这样带着亲戚接绩这样生活 他继续开那个车在那个 就一定要照顾他妹妹这样 他在讲他妹妹的时候 他说讲了一个男生 描述那种细节的时候 你听到觉得他是非常真诚 他说他晚上加班回来 妹妹帮他煮好东西 放在桌上 他趴在桌上写作用 后来累了睡早的 他说看他怎么白白的面 还有带着带着摸着 看不敢靠 我都觉得那是念妹情节 那种感觉这样 他说有一天在街上 看到一个穿支舞的女生 脚踏车坏掉 帮他修理的时候 他修理好的时候 他觉得好想抱他 就把他抱下去 抱他去那女生就大哭 大叫 所有人围出来 他就被抓了 就这样 那你把他想生的时候 是不是就像一个故事 像一个人生的故事 任何一个老话随便他讲一个东西 都会觉得他是故事 比如说老话在抓兵 他们被抓兵的 我曾经讲过这个故事 他用在老末第二春天里面 他说他是很凶的 线条很粗的一个人 可是他有一天会讲一个故事 讲他他妈的他在抓兵 他在最后一眼 只有他太太抱着小孩冲过来 被推走的时候 那小孩子他儿子的脚上 穿的是一双鞋子上面 绣了一个老虎头 多么细节 close 音乐起 对不对 替习练过的人 然后 那还有一个老兵说 把那个辛苦事讲 他说被抓去 什么都不会他当挑夫 挑两个炮弹 就是炮兵他挑两个炮弹 他每天把踏板弄得很亮 弄得很亮 为什么你知道 因为一用的时候 那个本人就要用炮 打打打打 看他两个最亮 这个好像比较不会出事 就把他打出去了 他就轻松了 就这样 所以他每个每个人 在讲这个东西的时候 每一个人在讲每个故事的时候 我的感觉 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本书 而且这本书都独一无二的 是别人没有看过的 是轮到你来讲给别人听的 我的感觉是这样子 而且那时候 在金门当兵的时候 刚好所有人离心 请查Google 得诺贝尔文学奖 他的书大量就在 在金门出这样 那个输入很厚 但是有看到古拉格群岛 什么一本叫191几年 忘记了 191几 讲的是那种苏联军队的故事 看来好高兴 因为他跟东华民国军队一模一样 因为他里面讲军人都要讲脏话 而且讲非常脏的话 但是那种健康的鲜血 因为你在压抑 而且不自由的环境里面 每次被人骂他妈的王八蛋的时候 你只能用更脏的话去骂别人 来取得平衡 那时候开始我终于觉得 那种台语11个字的骂人的 真的是平常的 平常的事可以接受 而且甚至可以自己学着 看有没有发展出12个字的这样子 没有 这是看完就好了 所以我觉得在当兵的过程中 其实你一直在得到 一直在得到 一直在得到别人提供给你的很多讯息 你一直在接触到台湾很多东西 包括一些不公不义的那些当兵 在讲被谁欺负 叉叉党的欺负 叉叉党什么东西 做乡长什么贪污等等等等 你那时候开始就会注意 几乎都开始接触到这些事情这样子 当然你又当然退伍了 然后你开始想学 退伍要去找工作 那时候觉得找工作好麻烦 因为你以前好像做了什么事情都做过 但是好像都不会 就是没有深入 我以前做过很多奇奇怪怪的工作 我面包店也带过都是很短期的 面包店也带过 所以我会弄面包那个东西 我要带过酱菜店 到做过酱菜店 所以我切东西很厉害 现在那个技术还在 就黄瓜要切那个什么 哪一种要切滚刀 哪一种要切薄片 哪一种要削成这样切 比如说我看到那边切葱 看到老板娘切葱炒东西 我觉得不对 葱比较粗的时候要先这样切成十字 再这样切 没有 学会了很多 但是退伍的时候才知道说 你什么都会 但是其实什么都不会 然后想到说有一个东西最快 要拿到一个工作执照最快的东西 就是去考大学 考夜间部大学 因为白天一定要上班 然后考夜间部大学 那可是已经在一个医院上班了 在现在叫松德院区 是一个精神病的专科医院 然后开始要填字院 那医生就出来讲意见 他说我跟你讲 你不要去考文学院那个东西 那你已经会写文章自己写就好了 我说你想念什么 我说我想念那个跟银行有关的 他说为什么 我说因为我那时候认识一个作家 叫郑千文先生 他在银行上班 所以收入很稳定 那晚上可以写小说 他现在写到现在八十几岁还在写 所以他是我的偶像 他说好这样 那你就考丁组啊 我说好啊 填字院的时候 所有医生就在旁边看 法律系 那不要贴 中华民国好像没法录 我说不要 国贸系 国贸系你去报官行上班 学比在大学练的多一点这样 统计不要念你数学那么烂 统计要很多微积分 会计好了 会计好 会计加减乘储而已 我就填会计系 我后来真的考上会计系 各位错了 商学院当的最厉害的会计系 为什么 医生不懂 他们以自己有限的认知去猜测一些 他根本不理解的事 然后害死我了这样子 然后可是你在这样一个过程里面的时候 你开始认识这些人 然后在那个过程里面 你开始会写文章去投稿 比如说 练书念觉得好无聊 就开始写文章写文章 然后去投稿 我就投稿的时候投给第一篇 当兵回来的投稿是投给联合报 为什么投给联合报 是因为我在十六七岁 在台北最凄惨的时候 曾经去找工作被介绍所骗了 我就把整个骗的过程写了一篇文章 投到联合报去 联合报给我的稿会是六百五十块 是我薪水的两倍 从此就开始努力的写这样子 后来在金门就没有写了 因为金门如果寄稿纸回来会被检查 所以你就不能写了 我写那个中程报什么 那个稿会很低 所以我就把它投到联合报 联合报真的登出来了 后来还用这本 这个小说的名字出了一本书 叫抓住一个春天 就写补习班的事 为什么去写补习班 是因为去补习班拿资料 听到阔别四年的台北 他们年轻人讲的一些话 我完全听不懂 然后就投稿了 然后联合报的编辑 竟然写了一封信给我 很短的几个字 你写得很好 请继续共稿 祝笔件 为什么信到现在还记得 因为那是一个编辑 一个组编寄给你的信 因为我还去查那个人是谁 联合报的复刊组编叫洛学良 我从此开始就很努力 每个礼拜都在写 写到快考大学夜间部的时候 说医生还问我说 你是要看小说吗 你每天都在写那些 你是要看小说吗 我赶快停了一两个月 然后赶快练书 然后就考上了这样 然后从此以后呢 你就开始写小说 可是我写小说的过程中 忽然间才写小说不久 有一天接到一个电视台的制作人 写给我的信 跟我说炼真先生 不 炼真小姐 因为他不晓得我这个男的东西 炼真小姐 那个你写的文章很好看 你的文章简直就是剧本 有没有兴趣写剧本 宅瑞丽 就宗室那时一个制作人叫宅瑞丽 他在做一个节目叫 《加油娇气》还是什么东西 然后叫我要不要写剧本这样 我想想我要去试 当然医生都直接文迁跟我讲 电视剧拍我到那边试 你去写电视剧 不要了 你不要去写本 不要去写电视剧 但是我觉得感觉 第一次感觉是 竟然有人找我写剧本 所以当后来 徐静良导演的太太 委托人家找我们 找我们去写剧本的时候 我觉得自己的愿望终于达成了 就有机会去写剧本了 因为那时候感觉是 国语片好难看 讲的都不是人讲的话 我们有机会写剧本的话 应该把它写得像人讲的话这样子 终于有人找你的 所以对我来讲 我觉得人生里面都是机会 但是在机会遇到的时候 我发誓我都是全力与赴 我觉得我一定要做出来 比如说各位你们可能不知道 写一篇小说投过去 没有用就丢回来 所以都改几个字 又在投 对不对 剧本从写完到拍的过程中 要改几次 不知道 我觉得我人生第一个剧本 改了十一次 一个剧本差不多四万字 十一次四十四万字 照改 当然后来就变成改五次 改三次 后来终于到比较成名的时候 就比较不用改 还可以再注明讲说 台语不准乱改 如果不懂 请打电话给编剧 因为我怕人家那种演员 把每次用台语乱讲这样子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我觉得每次都是给人家 人家给我机会 然后我好好去做 然后我在回顾自己年轻的时候 其实有一个特色就是 大概是因为 你是从贫穷的地方长大的 所以你要寻找机会的 通常都不会放弃另外一个机会 就是几乎是骑着马找马 我不会放弃 我怕 我一放弃 我可能就没有饭吃 所以我可能是 在这个工作的过程中 我去写文章去投稿 但是我在投稿过程中 我不会因此相信 我可以投稿这件事可以养活我 我不会 我还是继续工作继续这样 所以到现在为止 我发现我人生很悲哀 我都一口气身兼素质 就是搞不懂 弄不清楚我什么 就像现在人 不晓得有时候问说 我们应该怎么称呼你 我说随便 因为每个行业都不认为 我是他们行业的 比如说我拍 我写剧本写的蛮有名的 后来 我爸爸过世了 我爸爸过世是很悲惨的 很悲惨的 就是他是那种旷工戏会 然后在末期也是 从教会病房跳下去的 对我来讲他是很痛很痛 然后就写了 有关于他的故事 然后其实我要写的是 台湾受日本教育的这一代 就写这个 写一写之后 我就问孝贤说 孝贤 你要不要拍 他看一看说 自己老爸自己拍了 我就去当导演了 就这样 导演当一当 莫名其妙被找去拍广告 所以广告界认为我是电影界来的 从此电影界不认为我是电影界 那广告界认为我这点子改来 后来跑去那种舞台剧 舞台剧认为 这哪里跑来的 也不知道 所以每个行业都坐一坐 每个行业都沾一沾 所以很多人问我说 你为什么都不专精于一件事 我实在无法去说服 他们那种有限的认知 所以我就跟他讲说 因为我无能 所以我怕无能生存 所以我都两件工作一起做 但其实我想回答说 你管我干什么 每个人人生的选择不一样 你专精做一件事情 但我不觉得 我觉得人生苦短 我妈妈的绵延 除了死我什么东西都在买卖 不就是这样子吗 所以我的感觉是 我希望我年轻的时候的样子 有一个事情 我觉得我到现在的时候 还没有办法学会 我从来不敢说不 从来不敢说不 是我人生非常沉重的负担 有一句绵延 要叫练真做事 没有什么厉害 用路的就有 就每次来找你 练真 我跟你讲 不行 不行 没关系 我跟你讲 除了你不行 除了你不行 这样子 然后我说 好 这样 好了 试试看 但是话又讲回来 其实在这个过程中 你如果不是把它当成一个负担 而是一个人家给你一个机会 是一个负担 也不错 不错 你从来不会想说 我去写歌词吧 有一天人家想说 你本身后就顺便写个歌词 因为你剧本懂 你大家讨论过程 你都参与了 这个过程是要写一个时代转换 要写得很长 那你这个歌词里面要有 包括时代转换的那个感觉 我说好 写 后来这个歌还得了金马奖 可是他们没有把我们抱上去 金马奖应该作词作曲吧 骂了他们只抱作曲 我记恨到现在 就是一样的月光 我后来终于写了一个歌 又得到金马奖了 《桂花像》 就写 所以什么事情都会弄用 广告也是这样 人家说你可以拍广告 我说没有 我不能拍 他说可是你那天讲一个笑话 里面那个根本就是 根本就是一个广告这样子 但后来我发觉 其实这些东西都是一样 就是说即便在你不敢说不的过程中 都对我来讲都是一种机会 都是一种机会 所以有时候常常看到一些文章 要有选择而为 要检定志向去做什么 我都说 这时代不一样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机会真的不多 逮到的机会都会给四面做 做看 都也去做看 这样子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 我年轻的时候 其实我还蛮喜欢我年轻的时候的样子 因为人生其实到这种年纪非常清楚 你怎么走过来到什么时候会变成什么样子 都注定在那边 真的 我以前看过很多那种党工 我在中营上班 那些党工有没有 天天那种 年轻就很老 今天都这样 穿一双好的鞋子 是一种幸福 我的感觉是你过五十岁的时候 根本你是谁 我都会这样想 因为我已经在你年轻的身上看到苍老 我觉得我们身边很多朋友有个特色就是 很老了 但是我要看他们很年轻 我一个朋友叫柯一正 他很年轻的时候 我们在用 暗中在参与很多政治的时候 他理的不理 我对他最不能谅解的就是 阿扁在选台北市市长要选连任的时候 那民调那么高 他去帮马英九竞选 我说干的可以认识 你还可以帮马英九竞选 没有啦 变了买了就计算总统 我想看你放屁 这后来还真的 对不对 到老了 我们都已经慢慢慢慢退出 跟那个交易争 他开始太阳花什么时代力量 都跑去了这样子 所以很难说那样的东西 你这很老很老的那种年里面 又看到一个很年轻很不寻的那种 那种灵魂 所以对我来讲 其实我到现在为止 我都不觉得我成就了什么 或做了什么东西 我唯一觉得幸福的是 我在人生过程中 永远有人给我很多机会 去尝试很多事情 这种幸福到现在都还在 至于年轻了 我只想一个例子 前一阵子我儿子导了一个舞台剧 叫《当你转生之后》 那是一个国外的舞台导的 剧本是我翻译 我重写的 写完之后 我发觉这个剧本 到底要怎么操作 我真的不知道 我自己看完那个剧本 觉得很难 因为我没有看过 美国是怎么做的 但电影有演 电影不是那么好看 那我剧本改完了 把它改成台湾背景 拿给儿子 他找了一群人 完全不是我所认识的人 都是很年轻的 他学姐学妹 NYU毕业的 然后都是女生 从舞台设计到灯光设计 到服装到音乐 我是看首演才完全看到戏 我第一次看彩排就很挫折 因为那个演员在演的时候 我跟他讲说 其实在我的想象 这个角色应该是怎样 我儿子马上站起来说 靠近 然后跟那个演员说 听我的 他只是被改编 看完戏的时候 我回来开车的时候 我跟我太太讲说 我们好棒 生了一个很棒的儿子 还有这一群年轻人 真棒 后来那同时 两个朋友 一个科医症 另外一个朋友打电话 都讲同样两个字 放给他们 他们真是耀眼 我说耀脸还是耀眼 耀眼 耀眼 另外一个朋友 两小时会打电话来 练真 他们很棒 年轻人真的很棒 他们很耀眼 所以我的感觉是 我们在这个人生里面 真的已经很服气的 介绍很多别人给我们的机会 我们很认真地把它执行完 希望各位也能够像我一样 先不要去选什么什么什么 我要选什么什么 当有机会 就把自己最棒的部分表现出来 有一天你们肯定会很耀眼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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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